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第二集的《香港人家书》 继续有老总和老厄一起在列治文的Richmond Center 和大家做节目 老总 香港是否现在出国留学很担心呢 因为据称这个DSE 文贫士毕业生 它的资格很多海外学院都可能要检视或者不承认 因为它将通识科允许之后 改了一个公社科 公民社会发展科 少了很多香港人可以来我们 因为BC省的UBC好像都不收他们了 是的 现在传出来全世界好像近80个大学 基本上大学对DSE的折落程度至少都传议 甚至拒绝UBC 劍桥 一个新加坡的国立大学 很多地方 暂时好像不太贵 有什么长春藤大学表态 哈佛都好像不可以 是吧 不过现在呢 我们就言之过早 是吧 我们都要小心点去看 无论跟车太贴 是吧 但是呢 你刚才说的顶级学校 不是每个学生都有兴趣入 或者是能入得到 反而很多学生会去一些 例如加拿大的二线大学 即我们Lanshan对面那间 那间都不是很差的 那间 叫昆特兰理工大学 它的时装设计都很有名堂 不止一样有本色的学系 是的 好啊 就算你说来到我们这些二线的大学 昆特兰理工大学 很多都要来可能读中学 或者来补预科或者高中 即是要过一个叫做过咸水 是的 一些语文的问题 它就有些叫University Transfer Program 是的 有很多这些 就是在海外读完高中 读一些课程 就是equivalent 到我们大学里面的 首两年 是的 那你就補这些学科 通常这些叫做 有很多都是私立的大专院校 嗯 就去接收来自 主要是中国大陆的 这种这样的 准备读大学的高中生 是 但是好像现在我们BC省的教育局 出了一条新的order 教育厅 最新就说 未来两年了 就禁止这些新办的私立的大专院校 就招收海外留学生 海外留学生 即是吃西北风都可以 它目标就是要收这些 包括可能香港的这些留学生 或者准备读大 加拿大大学的学生来这里 浸一浸 过一个冷河 那我就这样 那就收档了这些所谓的私立大学 大专院 其实呢 这件事情呢 就有两面看的 是 如果你这些学校做了 帮一些本地的学生 是吧 即是可以涵接入大学 那其实就摸一口飞 是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可以是 等多些本地的学生 可以读你的 这个学校的课程的时候 那本地人 就会有feedback 是 你的课程行不行 有没有 找笨7 是吧 或者你读过学科 那些老师 那些CG 他们会feedback 而接着 接着接着 可以做适当的整顿 调节 监管 whatever的东西 好了 如果你是一个旁遮堡 过来一个印度学生 来到之后 又说有教授教理 又说怎样 谁知道 每天安排 都是zoom class 是online課程 那老远走来这里 上online 现在印度都做到了 好了 还有 我们都很知道 有时你打开个基顶盒 看一些大陆的program 或者大陆一些匪割製造的电视副 当然会直入式的广告 是吧 即是去一些大陆 在加拿大的网站 大陆人开的网站 你会见到很多广告 代你考Tofo市 代你去考市 即是 提枪 枪手 对 这些非法 很多这些学店 真的有很多学店 收了你这些大陆生 你基本上 是不是你何某人去上学 是无所谓的 你可以变成欧阳某人 代你去上学 代你去考市 代你去毕业 然后收你的钱之后 就给你一张文憑理 等你可以升到大学之内 又或者有很多的学店 你课了水就可以了 你不会实情去考 看清楚你的Tofo 你那些MCAT 你考那些平日试 究竟有多少水分 或者是否你各本下各人去考 接着收了你之后 你课了水 原来你ABCDEFG XXYZ 26个数目 英文字母 你都未必是全熟 即又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件事呢 由来而久 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不过这样 实情呢 当然要配合联邦政府 现在要打压 不可以收太多留学生 这个联邦的发表 搞到我们房市 价格飙高 但是实情呢 我老老实实告诉你 我作为一个国际权威的人类学家 我从一件很小微的事里面 我就觉得很有问题 当各位 如果大家去下跌 那些吃日本串销的地方 你就会发觉 哇 这么多英俊的佳仔 这么多英俊的佳妹 在这去做这些事应 招待 串串的那些 是 你竟然发觉 原来很多的这些从业员 这些事应 全部都是在日本过来 读书的留学生 学生打工 part time job 有什么问题 喂 老友 如果现在的放宽程度 一个海外留学生 在加拿大对面做事 可以是每个星期去到80 40个小时 哇 很过分 40个小时 你用8个小时去做事 用8个小时去睡觉 216 那有多少时间去上课 和做功课呢 那你就可以明白到 其实这些所谓的学院 招收海外的留学生 第一 他一定会收的价钱 不匪 第二 他收身 这些人是否能够读他的课程 不清楚 第三 学校里面的CG 课程 教育的识数 设计 整个设备 是怎样呢 会不会是刘甲愁呢 而亦都有很多的人 借助去海外读书 实情他就来加拿大打工 然后接着就是拼不走 其实是移民的2.0 即是说叫做 讀书换永居 没错 又已经很久了 是啊 但是你不是defeat了 purpose 你要读书就读书 即是被人过了end 我自己个人认为 留学生过来这边去读书 如果真的有part time job 只可以在高尚学府里面 研究生 做TA 做Teaching Assistant Tilter 那些东西 但是你如果以读书为名 你又走去做棋台 走去做送餐 走去做这个事应 甚至没有一些以读书为名 卖人为实 Jensen 很清楚的 即是他很清楚 即是他很清楚 即是社会学研究 即是Kingsway 你最喜欢那条 Victoria街 嗯 我们去走过 我们去路过街 看到一些massage 即是我们有些冲动 想去做社会调查些 没错 下次 即是你就会很清楚 人家用什么资格去进来 即是被人家利用了 是啊 政府 省府 现在教育局的反应 好像慢了N part 一直都慢的 唉 你起碼不做 但是减除野鸡学校 提升你教育的质素 以及去了 不要被人借读书为名 是 搞移民为实 你也可以给多些本土人 有一个就业机会 其实我自己觉得 都是一个整顿的一个好的方向 是 那省府现在就说 配合联邦政府 限制未来的留学生人数 会剪较35% 嗯 即是大剪较 希望限制他们的人数之余 亦都是令到地方上 不同的省份 尤其是安省和BC省的房市 希望有所舒缓 但是我觉得都很偽命题 其实这个绝对偽命题 是 房地产绝对不跟留学生 是 那些学生变成了主体经济的一种 一种阻碍力 令到他们 啊 屋价又飙升 就是说 接着屋租又飙升 你不要说我们麦当劳吃东西 贵了也都是留学生 你不要说那些货币 就是货币 我觉得太罪公养 没错 反而 如果BC省是觉得 我们的教育学院 是吸引留学生是一个产业 嗯 因为我们的确 加拿大的教育制度是很优秀的 是 是 这个产业要做好它 就不容许野鸡大学乱那么收身 乱那么收费 搞坏了教育 产业的正常运作 没错 所以 我不介意有留学生来的 是 第一 你真是genuate了一些人才 然后 在他毕业之后 协助他们怎样去找工作 嗯 然后帮他们拿批评 这个就是正路 而不是将他们来读书 是吧 然后你就在做part time 书都没读到 只能找到飞起 没错 还要是法律闹 还要抑个Jensen 是吧 这个是不通的 我说抑Jensen 你就不高兴了 哈哈哈哈 Jensen 多了调查的机会 是是是 他能够为大家披露社会真相 没错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撥乱反正的做法 是 当然啦 以加拿大人做事慢半拍 看到问题在哪裏 都要想餐死 又要经过approveal 又要debate 又要等等 当然 东升西降总是有原因的 有些人就会用这件事去attack他 假的来人类都登陆火星 没错 哈哈哈 地球都爆了 哈哈 这件事 省和联邦 大家一唱一和地做 都是有一种危机 就是可能面临大选 有很多攻击点 嗯 自由党会觉得 哇 这些房市 你说八百多万 八百四十万的房屋单位 现在四十万都交不了货 高手党去攻击他们 是的 于是就找一些替造人 找一些理由 躺失他 哎呀留学生 于是就限制留学生 这一个地方 不过 很老实讲 八九六四都走了很多民民分子 美国佬 英国人都是这样去想 收了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但是到最后 訓練完这些中国留学生 之后呢 他回到中国 都是罵你 都是做作就为虐 就是很难说的 这个民族 是啊 这个就 但是我们的留学生 就不只走在中国 是 就是非洲 非洲 日本 菲律宾 印度 印度也挺大 很大 计中国之外 不过呢 印度呢 可能说完南亚裔的朋友 又不喜欢我 印度他们最好流行的 就是一个海外读书 尤其是在英国 跟着叫妈妈来陪读 叫妈妈来陪读 叫妈妈来陪读 然后整个人跟着来 那才搞到英国 对这个移民 有很大的意见 有三个民族 在英国里面 借读书为名 带了那些家人来 第一就是印度 第二就是Ligeria 第三就是我们 这个伟大的 这个鄰国 这个中環人民共和国 嗯 现在这样的整顿 我相信 可以自一时停的 起码整顿在学店 那些学店就以 扮学之名 实际上就谋利为实 没错 还有搞出很多 社会的问题 是的 那些黑工 基本上等于黑工 是啊 那你想想 你还有很多无粮的雇主 是 剝削 那那些人留学生 帮他打工 他给你 cash 就是最低 逃税 逃税之余 还要将他收的价钱 比最低的工资更低 你便不做 因为你没有资格做 你做就做不做就做 随时举报你 是啊 那你就可以见得到 一个在奴资里面 不合规格的 不等对比 不对等的地位 是的 那我的呢 现在就迟做 好过不做 就都是too late 那够不够 能够到联邦之余 即是 尚尾萨 熊妹撿 妈妈太迟了 熊妹婆婆呢 哈哈 这个这样 就是 看到很多国家 就是那些人 你有张梁镜 我有过墙梯 特别一些 银店的那些老闆 其实很多老板 就是来自大陆的人 赚回自己人 其实就剥削自己人 1X自己人品 7 我觉得 我现在政府出手了 我估计一两年之内 会有改变的 他都是说两年为期 两年为期 那么自由党 可能选举都过不了 其实有时候都说 因为国家里面 常常有很多非法移民的问题 是的 你以为那只是 非法移民的问题吗 你本土里面 不是有人穿针引线 铺橋搭路 他们就来得到吗 有产业链 亦都有一条犯罪链 没错 蛇有蛇路 鼠有鼠路 是的 那我们看看第二件事 就是恒大 大家已经知道 现在是旧民的了 恒大破产 1月29日 就由香港高院法官 宣布清盆令 这个清盆令和破产不同 清盆令被迫 破产就自己引爆 有一个大的宇宙之民 在大陆 在大陆他可不可以执行 这个很重要 现在我在另一个节目里 也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和你分享 首先一件事 记得佳寧集团 佳寧集团 佳寧集团那时候爆的震撼力 其实它的市值 是拍马都未追得上恒大 是一个 零头都不行 但是当时的佳寧集团 就是以香港为核心 所有的业务就是以香港为基本 那爆起上来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它的企业公司 都要收皮 还有真真正正的 在香港的市场里面 买东西 那些很多的香港人 包括在下的妈妈 都是佳寧集团的股东 但是它的股票 最后就变成长子了 OK 但是今次这个大爆破 在一个坊间里面 而在香港的反应 不是那么激烈的 是否香港的持份者 受恒大影响的股东 或者债势 是否太少呢 我反而觉得 因为恒大那些所谓的 你不会和他们买恒持 你也不会去到人 买房子 买房子 就算有都是很少的 你的意思就是 这么难顶的消息 它们都消化了 其实根本的核心 就是在大陆爆破 大陆买惹 大陆出事 受影响的 以恒大推出的商品房 而影响到庞大的中国市场 当然在香港 恒大的楼盘 那些屯门有的 很少 就算是 也是很极少数 所以在这个爆发起来 不是在我们家门口爆炸 即是旁边屋的事 没错 好了 现在另一个问题 但是入品去清盘恒大的 就是香港的债主 好了 现在有一个叫做民伤事法 又是29日生效 生效了 好了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 大部分的恒大的资产 不是在香港 在哪里 在大陆 好了 民伤事法的要点是什么 老总 你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民事法 或者伤事法的一些法庭判决 可以在香港的地方 或者大陆地方 互相都执行 好像说不包括破产令 或者是清本令 我当你行 OK 又怎样执行呢 又怎样执行呢 香港的官 走去 就是执大利 走去大陆 可以在别人的jurisdiction 人家有这么多个省 这么多个省政府 怎么去呢 这么多个市政府 他们全部 恒大说真的 他们的问题 全都是上面包庇下面 地方政府和银行 这些互相勾结 一条链 一条链下去 是吧 炒起他们的房地产 接着卖钱 借钱 分水 大家都是一群人来的 你在香港里面的债主 我就真的很想请问你 你怎样可以上上面封别人的链 拿别人的资产 拿到钱回来套典还债呢 你说得太远了 我觉得已经被人分了 你现在太远了 Mr.A 你这么晚才来 我们已经分了 分完之后我们吃鬼了 都是这个澳洲的Sundraser 鸿梅汁 还有另一个问题 但是这条的所谓民伤示范 一个恒大就可以告诉你 你要追究他上面 拿他们的资产 找你香港的资产 做难过灯火星 火星都容易很多 啊 得我的天 但是反过来 如果他在香港有资产 他要抓人兼封艇 拿香港的资产赔偿 给他大陆里面的人的债仔 或者是损失 拿到你的地址 在香港法院入品了之后 法院通过了 我想问你 林敌葛 林敌葛你会不会不批 对啊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条的民伤 即是你是文明人 大陆是野蛮人 在法律上我说 官也是他 賊也是他 黑社会也是他 裁判也是他 裁判也是他 你怎么跟他拿呢 所以这条民伤示范 基本上就是会打劫你香港 打劫和无鬼 就进攻法兰西 共同富裕了你香港的财富 共同富裕了你香港的财富 就是找民 你要收回大陆的财富 好像就是说到 好像很平等 大家都互通 互認 魔鬼在细节 魔鬼在执行那里 恒大已经第一宗 这个testing case 已经证明 是只有共产香港的资产 就是香港共产大陆的资产 不用想 所以香港的老友记 你觉得 哎呀 我们将来有些什么 头云生气 真是碰到 反而 你那些在大陆开厂 有生意的老友记 嗯 你不要想着 摺住那间厂 拍拍拖手 你在洪山半岛 这个黄金海岸 你的那些劳斯萊斯 你的那些股票的资产 大家隔着河 不用害怕 他们的地方法院 知道你凭拉箱走路 那些工人啊 屋租啊 水电煤啊 让你的数据还要 那些劳工啊 所有的那些善养费啊 如此类非赔偿啊 你打算走得掉 他一个不过定了你罪 然后就拿这个的钱 下来香港 申请凍结你的这个资产 你卖楼啊 都不行了 甚至会逼你老婆 卖任去赔钱啊 老友 我现在很担心 香港的那些 娶大陆老婆的那些公公伯伯 如果有些什么婚姻狗婚 大陆那个前部什么都好 整个这样的农机 你讲的啊 李隆基 这些东西不要这么 你讲秦王啊 你不要这样 我完全没有任何指挥的 我有 你put it in my mouth 我有 很惨啊 如果这样搞法 他们真的以后 秦王以为他很聪明啊 秦王有条女孩在大陆啊 在深圳啊 在湖南梅啊 小他三十多年啊 是啊是啊 你以为你在香港 他在大陆啊 他一个不注意 说你的赡养费不好 你在这里 你继续做多几十年 这个老頑童 你都不够赔啊 傻仔 我们有测忍之心的 我们很同情他们的处境 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 没办法 他拿个下体去想 就是我都不明白 这些人 七十多岁人 你还滥海的自信 你可以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会对你清雷 我都真的不明白 老总你怕不怕你会犯这些人 人生里面 不是我这样的 我早已对这些片刻欢愉 已经是绝了望的了 因为你争取片刻欢愉 就会争取到永恒的梳慕 永恒的烦恼 我已经进入了 我就没有片刻 不华之年了 至少一时三刻 但我都觉得一时三刻 一时三刻的开心 换取永恒的烦恼 你很厉害 你不是片刻 你一时三刻 你又持久一点 不过都是一时三刻而矣 你过不了二时的 最多都是通宵达旦 但问题是 你之后要找一条数 现在这个通了民伤事法 你真是能够你脚尾头 只要北方下来拿 很难拿不方的 走回北方下来拿 没错 反过来 有个港女 以为你嫁了一个大陆的巨妈 你在香港注册结婚 谁知道她走利数 你打算告她之后 封锁她大陆那些花样年的楼盘 一个碧桂园的豪宅 你收到她的钱 真是想都不用想 这个世界很不公平 是这样的 鬼叫你又有头发 我又没有头发 我这么英俊 但你又姓无能 即是没有办法 现在惨就惨 就是自认性有能的人 然后可能全身家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民伤事法 我不知道为何特区政府 还拿出来说公平 又会经过 应该不是自动转仗 任何的人 在大陆那边 打过一个圈 交过手 接触他们的工商政界 你就知道 你要在他们身上咬一口 难过灯天 哪一个港商在大陆开厂 到最后不是陪了夫人又接兵 下雨而归 我找不到成功的案例 真的找不到 暂时无可奉公 就算你不练 你都赔给所有工人 你生意失败 你都赔给他们 那时候真的和你计算 扣了所有资产 接着去还 现在 如果你打算 一早把机器运走 卖给人 只剩下空殼 没有啊 现在整个判决下来 你就借钱都不行 红山半岗 这个军林天下 你不用指示 唯一的就是 彭美拉商 没有人玩剧酒 变卖了所有香港的资本 过来加拿大 那就不要去第一个国家 这些人不要去国家 去第一个地方 邦加拉行不行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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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Ist tradicional 阿 阿阿cos 你的地方 至少那些人有金矿 不過呢 在恆大的事件裏面 其实大家可能覺得 那预 DIRECTOR 封印不能正在 nations 布封印其实不是在你们 这些問題 但是其实整个香港 金融制度 你作为一个證监委 證監局 给它们上市 但是可以被爆锅被爆到这样的 爆锅被爆到这样的 � mö importa债 可复 retail 你的监管程度 这一段时间 也是让大家一起去看看 香港的股票市场 值不值得再投資 之前的螞蟻金服 可以有一男子打個電話 就不讓他上市 集了這麼多的資 凍結了這麼多的財富 突然之間 打算預訂了這個貴賓廳 包心似圖 買好香檳 叫了應召女郎陪食陪飲 打算一手拿太一手拿奶 去這個地方開香檳慶祝 接著被人幫我開香檳 你怎麼知道 什麼事 咦 叫停 咦 不能上市 怎麼搞的 你媽的 X X 是吧 那你那件事 到現在都沒有解決 那幫人覺得好像現在還是封鎖著 不知道回回還是怎樣 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他有個條件是上市才行的 現在他一直都不上市 好像我聽另一位多倫多的金融界 在香港做過的朋友說 好像到現在都撐著錢 因為我沒有繼續再考究 因為第一 被人永遠不會抽新股 被人也不會買大陸的股票 所以對我的影響 你金服 銀服 總之我就不服 總之不服之餘 就起碼不會中服 你明白嗎 是 就是擺明是服的 是吧 你可以看得到 對香港的證監 或者香港股票市場 其實有二萬多億人仔資產的 這個上市公司 嘩 爆了就爆了 是吧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人家還會不會這麼傻 抬錢來你香港投資呢 對大陸這些這樣的 推出這麼大 還有沒有人對你香港 現在的IPO 還有啊 剛剛聽到消息 周六福 就是周大福那個翻版 是 A股上不了市 現在想著來香港集資 那你還會不會 買這些垃圾股票呢 嘩 擺明是 大家都知道周大福和周六福 是兩間公司來的吧 那個大字 在上面的洞穿了那個橫 拿走一點點就變成一個六字 那就博你不知道 山寨東西 冒牌東西 是吧 A股搞不到 就是在上海搞不到 就來香港玩 那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這壇是什麼的局 這壇是什麼的遊戲 這壇是什麼的遊戲 如果你還要坎頭埋牆 那幫你不到 自己申請不要哭 只能夠螞蟻中博 沒錯 自己申請不要哭 那我們看看加拿大 不是加拿大 香港 香港回到我們看 現在的宗教自由 就越來越多中國化的情況 那我們知道大陸裡面 那些清真寺 要改一些中國的 所謂宮廷式的建築 要將人家的塔樓 那些清真寺的標誌性的建築 全世界是universal的 在中國就不行 拆了一個尖頂 然後就蓋了一個平頂的 好像停台樓國 好像長洲包山的牌樓那樣 那現在香港 會不會有一天 天主教的教堂裡面 要掛習近平的帳 在佛教那裡 又要掛習近平的帳 喂 正在發生了 老友 我們沒有留意新聞 管浩明已經是 正在聖工會的聖John Cathedral裡面 掛了這五星期 我說習近平的帳 習近平的帳 你以為走得離開嗎 因從一萬 習近平的帳範有之上 義無夫這一個 習近平的名字 他會發虛誓 會不會把習近平帳放在中間 或者是耶穌帳在中間 習近平在左邊 毛澤東在右邊 就好像耶穌旁邊有兩個弼徒 一齊丁實字架這樣 會不會這麼聰明呢 以中共這些不讀書 沒有知識的人 幫他執行那些人這麼弱智 這件事發生 成數都很高 為何這些中國化 人家的宗教明明是西方的柏萊品 馬利子越說 宗教是人民的精神拉變 你還要將它中國化 你也要自己玩精神鴉片 你沒有辦法的 你沒有辦法的 你梵蒂岡的這個方制 跟你一起癲 中國指名道姓 要做的 在中國境內的一些主教 你梵蒂岡 就丟下了你那些地下主教 幫中共抬轎 給這些的人 就可以做到 代表你們梵蒂岡的 不同省份的這些城市裏面的這些主教 但實情他們就是幫中共抬轎的 那你都做了 你梵蒂岡都自己跪下 有一個這樣的垃圾 教宗 那你想預期什麼呢 老董 我可以很簡單跟你說 我對所有的教會 尤其是要打開中國市場的教會 這些人 其實我很明白 為何天主教 這些教宗會這樣做 我給大家一張照片 大家就會知道 在我星期日去聖Mary Perish 我自己一看下去 你那個街 你老闆 一個金頭髮的人都沒有 全部都黑頭髮的 黑頭髮的 不是阿星哥 就是斌哥 一天就是我們華人 外國人 即是白人 頂多一兩個 還要是年紀加起來 跟我們有五難 上一大 他在一個白人社會 西方世界裏面 左膠當道 很少人信天主教 或者Christianality 而在法國裏面 即英國裏面 已經是擔心 信天主教 和信基督教的朋友 已經低於50% 好了 宗教教怕不怕 教中當然怕 因為我原本的舊世界 或者是在北美洲裏面 這麼少了 這麼多白人的人 去信我的宗教 他們那些每個星期的奉獻 那些奉獻 那些奉獻 那些competribution 就站在那裡 那它唯有怎樣 當然要開發新的市場 新的市場是甚麼 即將宗教Marketing 當然要將宗教Marketing 他們當然要進入中國裏面 要彌補白人世界 十幾億人 嘩 看過流口水流 西方世界裏面那個 抵消它 沒有它那種捐獻的收入的來源 但它不可以不擇手段 當魔鬼影響了某些人的想法的時候 違背了耶穌的教義 忘記了耶穌的宗徒 耶穌的使徒 是要和魔鬼勢不兩立 不可以妥協 不可以傾丁 不可以交換條件 那現在這個教宗 是否做到我剛才以上所做的事 既然教宗都可以跪低 極高屎乎 那我們在香港裏面的周首淫 是不是每天都在首淫呢 這個已經是大家會很清晰明白 上梁不正下梁歪 連梵蒂岡的人都乃共 你預期我們在香港裏面 玉徐砧板上的管浩明 聖工會 抗保羅 是不是抗保羅 我忘記了 因為周首淫 他們那些人可以做到甚麼呢 所以你剛才所說 習近平的超像 只要他不是乱而善癌 或是肝癌 或是喝大兩杯不和牛 就是死的 即是他還長多幾年命 讓他可以忍耐這幫人 將他的超像 掛在耶穌像旁邊 我覺得真的完全 不是不可思議的事 是絕對會有發生的 而加上一眾的教友 又是否敢捍衛自己的教義 捍衛自己的信心 是的 一眾的教友 對著五星期在教堂裏面 可以做些甚麼 你可以做些甚麼 你又不敢出聲 你還認可你們的主教這樣去做 即是說 逼大家一眾的教友 都要和他一起中國化 沒錯 即是說你信教 你是信中國共產黨 還是信你的中教 你信那個教 最後你信那個主是誰 所以方制一天不死 快點回去和天主述職 你還有一個這樣 傾左傾 一個親共的一個阿根廷 阿根廷根本全部都是左仔 小時候南美洲都截到華拉 最近曼爾來就說了 是啊 他們是解放神學 沒錯 你不弄走一個方制 天主教在香港 怎樣可以繼續可謂教義 現在不是天主教 即是基督教 每個都是 佛教一早那些 懂得賺錢 懂得掠水 懂得賣淫 懂得賣淫 懂得食物 你看看翁晴晴的節目 你看看我 很崇拜的偶像 翁小姐 最近外面都說了很多這些東西 就是懂得掠水 懂得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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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最厲害的 叫懂得掠水 最重要是懂得掠水 你真是死不死 這些不要說了 就算人家拿水炮車 砍你的清真寺 你跟著廣東道 只是天文台道 即是 彌敦道 那間清真寺的人 你的阿拉真神 被人砍完了 你是不是要打給哈馬斯 打給ISIS 打給他們報復 不是一樣照鬼 是不是 所以你們這幫人 對你們的宗教信仰 有多堅毅 有多一個 說真的 被人去侵犯你的神 侵犯你的宗教 侵犯你的聖結的宮殿 你們做過什麼呢 你很難要求一般人 有這種信德 但問題是 那些有權勢的宗教的領袖 似乎越來越不能夠抗拒魔鬼的誘惑 亦都是對魔鬼的利友 羅伯和鞭 他們選擇了做妥協 我對我天主教的一個教宗 我很癡之以鼻 我每一天祈禱 希望天主早一點 找他回去實跡 還有解釋一下 為什麼他要對習近平跪下 希望天主聽我的聖結 早一點送他回去上面 跟他去告解 和解釋一下 但風濟國似乎都樂之不疲 對於大陸單方面委任的主教 他不知被迫 到後來都是照單全身 明明說了要相遇 協議了的主教才行 但大陸就是打橫來 總之外吉給名單 愛要還不愛 Take it or not 魔鬼 我很記得耶穌有一次 有些人帶了一個苦魔的人上來 那個魔鬼大聲叫 我知道你是誰 你說你是救世主 什麼什麼什麼 耶穌都不跟他說話 你沒有資格跟我說話 你給我滾 離開一個人的身體 兩個人就走了 要不跟你說 驅魔 趕他走 你們有讀聖經嗎 你記不記得 但問題現在不是驅魔 現在被他入了你身體 變成你一部份 然後你跟著他起 沒有才慘 沒有辦法 這個始終我建議大家看一部戲 那個戲就是Russell Cole做的 澳洲出名的明星 就是做Gadiatus的男主角 現在就變成了大肥佬 但是他就有一部戲 就叫做The Pope's Exorcist 中文直譯就是教宗的驅魔人 他也都說到魔鬼 曾經就侵略了一些神職人員 尤其是我們的教廷 然後就影響了我們的 Top North裡面的一些宗教的話事人 做一些迫害異見人士 或者做一些很殘暴的事情 在中世紀的時期 以古奉金這樣說 正邪的事情 永遠都是你不堅守自己的信念 那邊就會得勢 是一個陰陽來的 沒錯 你放鬆別人就是真 你不捍衛別人就會踩進來 不會跟你客氣 所以宗教這方面的事情 我都希望各位的教友 不要為你的宗教去心灰意冷 因為只不過是所謂的善目 他有做錯了事情 大家不要對主 或者對我們上面的老闆 失去一個信用 自己能夠擇善固執 已經做得很好 守住自己的大本形 這個就不理掛什麼旗 總之自己的心中 向著那個上方的方向正確 這個就要個人的收為了 今天講到香港宗教都中國化 難免世上都無正土 連香港這麼彈圓之地 都要插之紅旗下去 然後在教託裡都要升起這些魔鬼的符號 如玉無然 因為宗教的說是人 自己都變成了聽命於魔鬼 我對西方國家很失望 因為二戰以來 其實不是有一個信仰 對著本聖經那種執著 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人 意無反顧為正義去抗衡這個邪惡 前附後繼犧牲聖命 去爭取光明和爭取正義 而西方國家在戰後可以這麼奮勃 其實去到七十年代 希皮士興起之前 即左派抬頭之前 希皮士應該是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之後應該是六年代 如果不是有個人性 西方的價值觀 作為一個基石 西方是不會領先其他地方那麼厲害 現在就放棄這個基石了 沒錯 現在就變成魔鬼步步進逼 要逼越賣 左膠其實也是共產黨和魔鬼的其中的助言人 只要大家去一個商場 你見一下那些Victoria Secret 現在就沒有了Secret 因為被一些大肥人 癡肥都拖中他們的美 即是以醜為美 在西方的世界裏 鼓勵人家偷懶 鼓勵人家墮落 鼓勵人家吸毒 鼓勵人家拿中援 鼓勵人家讀書沒有得那麼厲害 這種跳彎回頭來行 基本上有魔鬼做事 現在善惡沒有疆界 正邪也不分 美醜也不懂見亂 現在以醜為美 很誇懷也搞不到 我覺得人類的一種審美觀 某程度上都是代表善與惡的分野 但是以醜為美 結果善惡也不分 沒錯 所以我仍然堅持 我要看一條腰22寸 五尺八寸以上的 白白人漂亮的 即是36寸胸 22寸很正 是呀 36寸胸 36寸等 22寸23寸腰 五尺七寸高 會否太變態 變態只有22寸 22寸也不變態 23寸比較好 22寸好像要用繩子 硬拉拉拉拉拉 拉得很緊 我仍然懂得分 這個美與醜 我知道 你的曲線和曲線的操控是不同 不過來到這裡 直線時間就夠了 多謝各位支持 記得按個like 分享出來CLS 下次節目時間再聊 記得遇上支持兩個台 今天談到這麼多 下次再聊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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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